曾经轰动一时的孕妇烈焰杀人案 你可知道 孕妇为了满足老公的私欲 诱骗17岁女孩让其亲害 事后还将女孩残忍的杀害 他有时候也是拿我画 就是没事 有事没事拿我这事 有时候当玩笑开 我怎么地儿 然后我有时候开个玩笑 我说 我要不给你找个小姑娘什么的 究竟是怎样的两位恶魔 能做出这等畜生不如之事 天黑了 女宝们 集合了 本期为您带来的普法视频是 孕妇烈焰杀人案 一个曾经在黑龙江轰动一时 家喻户晓的一个案件 精彩在最后 别忘点关注 时间 2013年7月24日 地点 黑龙江省加牧斯市化南县 这天的天空再次下起了小雨 17岁的胡亦轩终于可以休息一天了 作为护士的他打算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同时在下午的时候和朋友聚聚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 他给自己的好友周畅打去电话 说自己等下会给他送点妈妈坐的庞子 两位女孩住所的距离 走路也不会超过十分钟 可那天的胡亦轩总是拖拖拉拉的 好友周畅也是多次打电话催促 直到下午四点 依旧没见胡亦轩的身影 周畅很不高兴的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可谁都想不到 这是胡亦轩最后一次给外界打电话了 原本以为这样催促胡亦轩后 他会马上送来堂子 可直到晚上也没见胡亦轩的到 觉察到不对的胡亦轩家人 立即选择了报警 警方第一时间从胡亦轩失踪地点的监控录像 进行查找 画面中可以看到胡亦轩正在往好友家赶去 距离不超过100米 然而下个探头却未发现女孩进楼的身影 警方通过对周边监控查看后 才发现胡亦轩没走多远就折返回来了 原来她是在搀扶一位孕妇阿姨回家 这个也从胡亦轩当时给好友发去的信息得到了验证 就是在这里 胡亦轩再也没有出现了 反而 在三小时后 孕妇再次出现在监控录像中 紧随其后的是一名扛着行李箱的男子 看样子 胡亦轩的失踪与这名孕妇有着莫大的关系 2013年7月28日 警方将嫌疑人锁定在了这座小区 经过调查 他们找到了监控中的孕妇和男子 孕妇名叫谭贝贝 男子名叫白云江 两人是一对夫妻 警方只好请他们到派出所喝喝茶了 当天夜里 警方在白云江的老家抓到了正要逃亡的谭贝贝 此时的他正在路边等待丈夫白云江的接应 然而 白云江根本没来接谭贝贝的打算 警方一直蹲守到半夜都未发现此人的踪影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捕 警方在附近的一所空旷房内发现了白云江的身影 此时的他还在呼呼打睡 在审讯室喝茶期间 谭贝贝很快就交代了所有事实 他承认自己伙同丈夫 性侵并杀害了胡一轩 而丈夫白云江一直冲傻装乐 一问三不知 嘴里还在不停的辱骂妻子谭贝贝贝 在谭贝贝的供述下 警方了解到了胡一轩当天失踪时所发生的一切 2013年7月24日下午 穿着心碎花裙的胡一轩正要去朋友家送糖算 而就在途中 谭贝贝遇到了胡一轩 此时站在楼上的白云江给妻子谭贝贝打去电话 让他把胡一轩片上楼 于是谭贝贝就以怀孕肚子疼为由 来让胡一轩搀扶自己 善良的胡一轩并未多想 主动提出将其送回家去 可这一送却送了他的生命 之后白云江在家和胡一轩聊起了天 期间给他拿了一瓶酸奶 谭贝贝心里十分清楚 酸奶是提前撕开放过药 这期间胡一轩也接听过好友周畅的电话 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自己很危险 不久后 胡一轩就陷入了昏迷 谭贝贝也自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一段时间后 丈夫白云江却找到妻子说 这个女孩来了亲近 感到不愉快的二人 就将胡一轩弄死 之后两人收拾好作案工具 并将其装入行李箱内 驾驶车辆寻找抛尸地点 一个小时的路程 两人没有任何沟通 直到行驶至一片无人田地时 白云江扛着箱子在前面走 谭贝贝就跟在其身后 最后选择在一处荒地进行抛尸 在铁证面前 白云江也只能老实交代 可在交代作爱事实时 白云江也是避重就轻 总是将罪过推到自己的妻子身上 避重就轻 而且试探性的回答我们的提问呢 就感觉这人非常狡猾 老实说就应该很阴险 原本和胡一轩不认识的夫妻俩 为何要想着将其诱骗回家 进行侵害谋杀呢 皮裤套棉裤 我来说缘故 据谭贝贝交代 他和丈夫白云江是在老家烟台认识的 由于两人是同事 很快就成为了恋人便结婚 可白云江的父母并不认可这个媳妇 为了能和谭贝贝一直生活在一起 白云江和谭贝贝一起私奔到了 黑龙江省画南县 很快 两人就有了爱情结晶 在2013年5月 白云江需要回老家烟台给孩子办出神证 期间叫上了之前的同事 打算一起小酌两杯 一名不知谭贝贝和白云江已经是夫妻的同事 在酒后 说出了谭贝贝曾经在公司和谁好过 完了就跟我打就说 说你知不知道你那回怎么回事 就跟我俩小的细节 细节都小了 公司这般人不都在这玩我一样吗 都面上都跟我俩都不错的 你知道吗 这不都背后里都在从我笑话玩我吗 知道这些事情的白云江彻底变了 原来如焦似漆的两人见店的大不如前 可由于孩子的原因 加上谭贝贝诚恳认错 让深爱他的白云江表面上多少好了起来 然而两人的心理都十分清楚 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他一开始就说让我给他转话题 说我要是在想这些事的话 你把话题慢慢转开 慢慢开导我 我以后可能就会放宽心 以后就会去想 后来慢慢去 就是想办法去给他那个什么放宽心情的时候 我发现他确实放不开 白云江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 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动手打了谭贝贝 面对丈夫隔三差五的毒打 谭贝贝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这样才能解开他的心结 在偶然的一次聊天中 白云江告诉谭贝贝 自己谈的几个女朋友和妻子 原来没有一个人把第一次给了我 说着无意听着用心 他的这番话竟让谭贝贝记在心中 自此之后 谭贝贝就开始在楼下为其寻找物色年轻女性 白云江也默许了这一行为 开始 谭贝贝都因接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放弃了这个行为 可每次丈夫的催促 让他不得不重新出发 就这样 谭贝贝就以怀孕肚子疼未有 期间成功诱骗了两个初中生送他回家 可两名学生都是将他送到门口后就立马回家了 方才躲过一劫 可善良的胡亦轩却没躲过这一劫 由于谭贝贝被抓时怀有身孕 警方只好等孩子满月 2013年9月3日 谭贝贝等来了母子分离的时刻 为了纪念孩子生在加姆斯化南县 男孩叫白家南 由于双方家庭都不愿抚养这个孩子 孩子将被送到江苏福利院 谭贝贝在这时提出了唯一的要求 永远不要让白家南知道亲生父母是谁 谭贝贝身边的贪护人员对警察说 一个多月以来 他们这是第一次见到谭贝贝落泪 不知他有没有想过 另一个母亲流下的眼泪要苦涩得多 一到晚上不行 一到晚上我就忍不住 还是每天都是不会哭 想起平时我好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就遇了这么个毒妇 我就想从他嘴里亲自听他说的 他为什么有这么荒谬的想法 然后我还想问他 他怎么忍心害这个孩子 2013年7月30日 华南县人民广场自发聚集了1000多人 为善良女孩胡一仙送请 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共同燃放孔明灯 希望满天的灯像星星一样去天上给他照亮